大家好 欢迎来玩华旧服 最近我发了开荒总结的视频之后 有不少玩家 不管是在评论里面 还是说私信里面发 就在问我说奥罗的OT打法是怎么回事 我在开荒总结的里面 也就是简单提了一句 就是说奥罗跟NF不一样 现在采用一个OT打法 然后最近几天我打了金团 或者说看一下其他玩家的反应 就是说奥罗的战术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可能就是说 因为奥罗这个机制变化的 有影响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今天专门对奥罗的战术 就是OT战术 做一个专门的讲解 好吧 首先我们来看技能 这张技能图 是我之前攻略里面采用的那张技能 只不过国服有一些变化 我修复了它 修复之后带来变化的部分 我标了红字 这一张图 大家可以跟之前攻略里面的图比一下 比如说我添加了很少 会削减少部分的仇恨 然后杀成暴裂 这个是最大的变化 就是说 司法距离我把它精确了 试试码 国服应该说就是标准的试试码 然后其他的没什么变化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说 他带来一个叫悲击中的玩家 将被清除全部的仇恨 这个是奥罗OT战术 为什么要用OT战术的 一个最大的原因 好吧 这个应该是原来当年的国服 就是这样的 然后N服只不过没有 把这个功能做出来 所以我们后来的战术里面 就没有参考这部分了 好吧 那我们的说明就是说 要安排远程OT组 专门吸引奥罗的仇恨 来持杀神暴裂 后面我们会讲到 具体的战术打法 然后专地 国服的专地是三分钟 我这里写的是每隔三分钟 但基本上 不会打到第二次专地 因为现在就算是 再差的团队的话 基本上一次专地 就能打进狂暴了 狂暴之后 他就不专地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是三分钟 奥罗的三分钟 180秒 180秒打到20% 那么奥罗就一次专地都没有 如果180秒 你们打不到20% 那么奥罗就会专地一次 但国服的奥罗的专地 就是远远没有 N服那么厉害 因为他那个土堆 你看我这里修复了 土堆的伤害 大概只有700点左右的伤害 就每秒钟700点左右的伤害 这个伤害是比较低的 而且国服的土堆 就像我在开放主角里面说的 就是说国服的土堆 会比较分散 而且他换目标也会比较快 所以说奥罗的专地 国服的奥罗专地 已经不需要在大团 什么集中跑位 然后带土堆 然后吸引奥罗的站位 等等 这些基本上都没有 稍微强一点 团队就可以让奥罗不专地 因为三分钟达到20% 是可行的 那就算有专地 也只会有一次专地 一次专地之后 大家就分散一下 然后随便 怎么说 随便跑一跑 随便治疗加一加 然后或者说 顶多吃一瓶自然抗 就死不了 好吧 这个专地 已经不是关键了 奥罗的国服的奥罗的专地 奥罗的战术的关键 在于杀尘暴裂 好吧 这个就是主要的机制和技能上的变化 然后我们还要说 在说奥罗的OT打法之前 我们还要说一个原理 就是说奥罗 他是个杀尘Boss 他不会移动 像MC老师那样的 所以说近战攻击 他只能打到近战范围里 仇恨最高的 也就是说你的远程 不管再高的仇恨 奥罗都没有办法 用普通攻击打到你 他只会打近战仇恨的人 近战仇恨 有人他就会打近战仇恨 如果近战里面没有人 那奥罗就会专地 对吧 这个主动专地 这个技能 机制还是存在的 只不过现在 我们一般就不放他下地了 因为有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机制 就是说杀尘爆裂 他会对最高仇恨的方向放 比如你远程 是他仇恨最高的 他就对最高仇恨的方向去释放 他不管是不是能打到 所以说要不是说 怎么虫子怎么蠢 体型再大 他也没脑子 奥罗放技能的时候 难道不看一下技能条吗 技能条上显示红色 他不管 他就放了 所以说杀尘爆裂 他有可能 他只会对那个方向 并且他不管 能不能打到 所以说这个就是 OT打法的一个核心的机制 那整体来看 就是奥罗的战斗中 仇恨控制 就非常非常地重要 好在安齐拉之前 暴雪开放了官方的仇恨接口 所以现在大家通过插件看到的仇恨是准的 好吧 我觉得暴雪故意在安齐拉之前开放仇恨接口 也是考虑难度的因素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站位 好了 初始站位 这个是标准的初始站位 战术 不涉及战术部分 整体玩家分为三堆 就是MT 站其中一个角 我在这里的话 是MT是站12点钟的位置 然后远程OT组一个角 远程OT组就在 左下 左下这个角 然后近站和治疗一个角 其中的这些 附梯这些部分 也是跟近站站一块的 所以他是站在右下 那这个这种战斗方法 按照我们工会的大佬的话来说 就是站成一个奔驰的车标 对吧 你看看 有钱人的视野就是不一样 举个例子都这么超防特殊 然后整个战斗要达成的效果 就是说最高仇恨 注意啊 最高仇恨在OT组 也就是远程里面 有一个最高仇恨 对奥罗的最高仇恨 那么OT组的那个杀成爆裂 就会对这个远程 这个组去释放 然后 让主替保持第二仇恨 为什么主替要保持第二仇恨呢 因为你还有近战在输出 对吧 你主替保持第二仇恨 那么奥罗就不会打近战 因为奥罗的近战伤害是非常猛的 打近战的话 基本上一下就死 好吧 那狂暴战可能两下就死 然后 这样的话 近战和治疗 就可以放心的打 因为治疗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OT的 那这是结合原理的理想情况 那个实际战斗中 因为中了杀暴的人 就会被轻仇恨 所以这些人员的位置 是变动的 比如说你当前的主替 如果中了一次杀暴 那么你仇恨就被轻了 那么这个团队里面的2T呢 他自然就要站到主替的位置去 他就变成主替了 所以说 这个仇恨在 整体的仇恨在奥罗的战斗中 是变化的 那么OT组也是一样的 如果远程OT组一旦中了杀暴 他的仇恨就被轻掉了 那么下一次OT呢 就不是远程OT组的人了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原理性的东西 我们在讲解具体战术的时候 会涉及到这些站位的调整 好吧 好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站位的原理 和技能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说一下具体的打法 第一个打法呢 第一种打法 这个打法呢 就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几种 后面可能还有新的战术出来 那我们到时候有的时候 我们再看 第一种打法就是 专人远程OT组法 就比方说 我们找一个装备最好的那种活法 然后给他 让他就是 打出最高的输出 比如说 那个牧师可以给灌注 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 尽量让远程的那个活法 因为他是40码的射程 让他造成最高的仇恨 对奥罗造成最高的仇恨 然后MT 以及其他的近战 都压着那个最高的仇恨去打 这样的话 奥罗在放杀尘暴裂的时候 他就会对 对那个活法那里 那个远程组放 然后 因为杀尘暴裂 他有计时条 而且有试法条 所以那个法师 在看到奥罗要释放杀尘暴裂的时候 就稍微往远处退一点 退出40码范围 这样的话 奥罗的杀尘暴裂就打空了 或者说打到的是远程组其他的人 就让那个最高仇恨的人退一步 那这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打法 对吧 这个是部落一般的采用 之前一般的部落采用的这种打法 这个打法的要求 第一就是说团队的仇恨控制要比较好 第二就是吸引奥罗仇恨的最高仇恨的那个人 操作要求比较高 就是说你要在杀尘暴裂的时候 就集体及时退出去 然后杀尘暴裂放完了之后 你要及时回来继续输出 或者说这个角色可以安排几个人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法师 那你可以安排两个法师 或者都来干这件事情 然后退的时候大家都退 那如果失误了的话 第二个人或者第三个人就可以接上 好吧 这个就是远程OT 就主动OT的那种打法 术士也能干 但是术士因为射程的原因 还有就是术士没有闪现术 就是腿短也不好跑 不然的话术士是最优的 最优的那个OT对象 因为术士本来就在双子那边 就是术士T 所以这个具体是术士 还是法师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团队来具体调配 我建议是法师好吧 猎人也行 但是猎人往往打不到那么高的仇恨 如果猎人的话 可能T组和进战组的仇恨会比较有影响 或者说你刚开始的几轮 放一放输出 就让远程的OT组建立仇恨 这种打法就是可能 因为你们的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的进战和远程不能够翻开手打 所以可能导致会下一次地 但是下一次地 我们说了 下一次地在战术中是正常的 对吧 这个战术是可以采用 也并可以执行 也能打下去的 只不过奥罗可能会下一次地 第二种打法就是说叫换T打法 就是说跟刚才的战术的进化版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战位还是一模一样的 战位还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当你的 因为奥罗的第一次杀成爆裂 他一定是打MT 就仇恨最高的 那么MT中了杀成爆裂之后 他仇恨就被清掉了 这个时候2T就要走到原来MT的位置 而MT就要回到近战的位置 继续输出仇恨 好吧就这样打 然后2T当2T再中杀成爆裂之后 第三个T 因为团队里面大概都有三到四个T 第三个T就站到MT的位置 然后刚才OT的2T就回来 就理想情况下 就是T不停地换就行了 这个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黑一老三的吃鸡腿 那个类似 对吧 就T轮流去吃鸡腿 然后只不过这里面 还涉及到了一个T的走位 对不对 然后这种站位 这种站位就可以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全力输出 那么远程 远程也是站着不用动的 远程就算 其中有一个人OT了 对吧 那么奥罗队的那边放了一次杀成爆裂 没关系 你只要远程吃一次杀成爆裂 成分就被清掉了 那么团队里的T的成分 自然就散去了 对吧 就这种打法的核心 就在于T的交换 然后远程 因为远程 你不要是那种血特别少的远程 就算是穿血腾套的法师 对吧 你吃一瓶自然抗 你中一次杀成爆裂 也死不了 对吧 你治疗加给你加 然后你自己在中途再补一瓶自然抗 总之远程是能够吃下杀成爆裂 因为杀成爆裂的释放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么T的交换 然后奥罗的 然后远程吃杀成爆裂 然后治疗加 就这种战术呢 是第一种战术的进化版 也就是说不停的换T 这种战术呢 是比较 怎么说呢 目前来说比较理想的一种 一种战术 不管是各个团队都能够使用 好吧 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战术 这种战术呢 对T的要求呢 比较高 好吧 这种方法是比较无脑的 然后输出的也会打得比较快 然后第三种战术战术呢 就是目前大家 看的比较多的叫做 撒币战术 这个撒币是指 是一种 你身的那个撒币啊 我们看一下站位 就是说MT 的位置不变 近战治疗远程 统统都站在右下角这里 然后左下角那里的OT组是什么呢 就安排一个沙包职业 这个沙包职业是什么呢 是你们团队里面 职业人数最多的 一般都是战士 因为战士有狂暴战和防战嘛 所以说比如说 让一个战士 让一个2T的战士 站在奥罗的20码左右 就站着不动就行了 他就是个沙包 专门用来吃沙城爆裂的 然后团队里有一个骑士 这个打法是联盟专手的 有一个骑士站在40码之外 然后呢 对着那个沙包 不停的用王者祝福 给自己加一个争议之怒 然后不停的用王者祝福 就是让这个骑士 通过加王者祝福的方式 变成团队里的最高仇恨 其实也就是防起的角色 然后变成最高仇恨之后 然后奥罗的那个沙城爆裂 他就一直想打这个骑士 对吧 之前我们说了 奥罗是不管射程的 他就对那个方向打 对那个骑士打之后 然后每次都会击中到这个沙包 这个沙包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是为了给骑士的 那个王者祝福的司法距离能够够 对吧 因为王者的骑士的司法距离 是只要有一个目标 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那么他就可以加到全团 他的那个实际的生效范围 是比较大的 但他司法范围比较短 好吧 然后这个骑士呢 因为骑士他站在司司马之外 他不会吃到沙城爆裂 他不会被轻仇恨 然后他不停的刷这个王者祝福 他的那个整个的仇恨就特别高 全团就压着这个 包括MT 都压着这个骑士的仇恨 然后就这样打 然后远程近战都这样输出 好吧 这个战术呢 就对这个骑士要求比较高 因为不停的刷王者祝福 不光光是费钱 不光是费王者赢计 主要是蓝 我们 我们周五打的那一次呢 就是骑士加到半截没蓝了 所以说 这个骑士呢 要 要 首先要是不停的吃药 大蓝啊 符文案各种东西得吃 你要保证你的蓝 然后你的装备呢 尽量要堆那种五回的 还有智力上限比较高的这种装备 反正你就一个作用 你就是不停的刷王者祝福 1.5秒 一个1.5秒一个1.5秒一个 你的蓝就要足够用 就所有的一切都 所有的你的配装是追着蓝上限 以及五回去做的 比如像那个 我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玩家说 你带那个 叫暗月卡片 什么虚空回蓝的这种 就比较好用 好吧 就特殊的东西 还有就是一些五回的装备 在这场战斗里面就比较好 如果你采用这个战术 但这个战术呢 第一个是联盟战术 第二个是太无脑了 而且对你的团队实力上限 是有瓶颈的 因为你骑士的仇恨 是固定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 你的团队里面全是40个战士吧 所以说 你骑士刷王者 得到的仇恨是一个固定值 然后你团队里面的近战 远程啊 都得压着这个仇恨 所以打起来比较憋屈 这个打法呢 如果你们的骑士有蓝 并且打得好的话 可能不下地 然后也如果打得不好 也可能会下地一次 总之这个战术是 比较无脑 比较简单 然后也并且可以执行的 好吧 然后这个战术 这个战术里面 如果骑士被OT了 或者远程 治疗远程 这些近战这边呢 吃了一只杀战爆裂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吃 对吧 吃一次 你身上有自然抗 你是死不了的 然后骑士的仇恨 只要骑士不吃杀战爆裂 这个就一直能够打下去 好吧 那这个OT战术呢 就是说原理和执行方法 我目前就说这三种 后面应该还有其他的 我觉得第二种的打法呢 已经比较接近暴雪的 设计的原始的那个思路了 好吧 那后面如果再有 更优化的战术呢 我们可以 我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这个奥罗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